好 持續要關注的是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的友邦 總統府3號的時候向隨行採訪團發出了通告 表示蔡總統將會在4月5號出席 美國眾院議長麥卡錫主辦的雙邊會談 屆時總統府的公共事務室 將會協助隨行的媒體團後續的採訪 府方罕見提前發出了在美國境內的會晤行程 根據了解這是蔡麥雙方達到的公事之後 決定共同發布的 但是備受關注的蔡英文總統將會跟麥卡錫來會晤 終於是在麥卡錫辦公室3號也發布了採訪通知之後就確認了 麥卡錫將會在5號的時候率領跨黨派的議員來會晤蔡總統 白宮國安會的戰略共同協調官科比 他就表示已經看到了北京針對蔡英文總統過境的說法 他認為這些說法是不意外的 更表示美國不會推測中方可能的反應 但是強烈敦促北京不要反應過度實在是沒有理由 這麼做 蔡英文總統在當地時間3號上午會到貝里斯的國會來發表演說 但是由於中國大陸近日大動作試圖奪取我方的友邦 蔡英文就表示我們知道有些國家試圖破壞我們的邦誼 但是基於共同的價值還有更繁榮和平的未來的願景 我們仍然是希望緊密連結的也會持續一起證明 民主國家能夠互相幫助實現的目標 好這一回蔡總統呢他現在仍是在中美洲來出訪 但是過境美國過境的簡報是突然被取消 還有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沒有出席哈德遜研究所的頒獎典禮 甚至說在這個邀請函上頭也不見蔡英文的名字只有特別嘉賓 這也讓藍營炮轟台美關係根本就是史上最早 總統蔡英文出訪友邦過境美國 此行名稱講得好聽叫民主夥伴共融之旅 但這位美國大夥伴竟然把我們的蔡總統變成了蔡嘉賓 外媒報導蔡總統過境美國紐約或邀到哈德遜研究所對談 但邀請函上別說是總統的職嫌 連蔡英文的名字都池池未提而是一個特別的嘉賓 說好的台美關係漸落磐石 他怎麼都不抗議呢 蔡英文這次出訪美國簡直就是矮化國格的最佳證明 不敢講入境 只敢講過境 搞得自己好像偷渡一樣 不只總統直嫌被硬生生改成嘉賓 蔡總統在哈德遜的演講 前國務卿龐佩奧卻突然沒出席 過境美國紐約的簡報也突然取消 學著分析國際局勢台美關係出現大轉彎 蔡英文這次去美國我們感覺到 好像美方非常勉強而且蔡英文的形成磕磕碰碰 是因為中方開始打惡國派 讓美國感覺到台灣問題上面好像站不了上風 你要我吃萊豬我就吃 被人家吐口水我都要叫國人吃 你要我買我們不需要的武器出多少錢我都給 結果錢給了武器好幾年以後才會到 天底下然後這種買賣 什麼虧都吃了 對國人來講是很失望 大家也覺得很沒有尊嚴 藍軍狂轟蔡總統過境美國委屈到了極點 李子面子全丟禁 甚至還有外媒報導連蔡總統才剛訪完的瓜地馬拉 因為預定6月25號舉行總統大選 邦交關係可能勝變 另外台灣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巴拉圭 4月30號即將舉行總統大選 反對黨已經講明當選後會跟大陸建交 台灣屆時可能再丟邦交 蔡總統出訪 中美洲友邦期間會過境美國 原先傳出會跟幾位美國政壇的重要人士來會晤 但是目前看起來美方都是比較低調在處理蔡總統的行程相關安排的 時事評論員謝寒兵他就分析了 民進黨一直想要把台灣問題給國際化 但是藉此讓大陸不敢有太激烈的動作 不過他認為這樣做結果反而是在國際上沒有人要理台灣 從這一回蔡總統過境美國就被第一規格對待 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他也呼籲蔡總統要不要丟了面子 沒有關係 但是最起碼呢 勤為台灣的人保住最後一絲的尊嚴 民進黨一直想要告訴我們說 其實把台灣問題國際化的話 老公就不敢越了一次一步 不敢動我們一根狠毛 問題是事實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今天民進黨對 你確實很想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可是國際化的結果是 現在在國際上沒有人要理你 你做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美國你還沒有出發這些美國科比 就已經定義告訴你這叫過境 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訪問 這就是你的國際化的結果 然後你想要國際化的結果 是直接在友邦被瓜地馬拉總統洗臉說 我認為你們是唯一的中國 那請問一下國際化了嗎 你飛了半個地球跑到美洲去 結果被人家認證你跟中國大陸是家內事 不是嗎 所以你到底國際化在什麼地方 其實以我自己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國民 我不希望看到蔡英文太丟臉 我希望雷根圖書館她到最後還是有去認識 對 我也是給她講一下 她跟麥卡錫不管用什麼形式 好歹也要撿個面 至少幫台灣保留最後一點點的尊嚴 我不在乎蔡英文個人的面子 但那丟的是我的臉 可是問題是現在看起來情況非常不妙 好歹是817萬人選出來的總統 跟上家之犬一樣 走到哪裡被人家趕到哪裡 難看了一個鑰匙 所以我是一直很誠摯的建議 如果 如果雷根圖書館沒有辦法演講 如果麥卡錫已經不到 美國就不要去了啦 真的拜託 你隨便繞個帛琉回來也好 你到什麼蘇門答辣去都好 隨便你啊 你高興去哪裡就去哪裡 反正就是不要經過美國 你至少要有一點做台灣人 做中華民國總統最基本的尊嚴嘛 所以我真的拜託 蔡英文你自己丟臉沒關係 我知道你這個人沒有什麼廉恥心 但是好歹好歹你今天掛的名稱 叫中華民國總統 可不可以幫台灣人 保留最後一點點尊嚴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